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来探讨财经的一个话题 上个礼拜其实志平看到 在平面媒体上面 还有电子媒体上面 大家最关注的这两个话题 一个就是央行的升息 这影响性真的很大 另外我提起两组五位数的数字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 是不是跟我一样 同样这个时候还觉得手在发抖呢 你有没有抢到呢 这是00939跟00940 这是什么东西 待会我们都请我们的受访者来告诉我们 来我们先请教的是我们的 今天这位受访者跟大家介绍一下 知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同时也是财经资深记者 让我们来欢迎罗继夫 几乎姐夫你好 志平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不用这样介绍我 你就说是老友就好了 对 没有啦 你每次来分享这些话题 说我们听众都觉得收获好丰富 真的吗 我跟你讲 他们写信给我 私底下留言 给我在这个脸书上互动 他们都说 你讲的好实在 一针见血 为什么我们听到其他的理财专家 都不会告诉我们这些 因为我们讲实话就很怕 他就会得罪人嘛 所以我得罪不少人 但我们记者出身人 基本上还是以报道事实为主 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讲实话 因为各位听众看不到罗继夫的脸 他的鼻子不是长的 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我的长相是怎么 脸书都可以找得到 首先我们来谈谈央行 因应通膨这件事情 所以他逆势升息 这怎么回事 多久没升息了 然后升息是为了通膨吗 好 这边就要讲到 就是说全世界的央行 其实他有个很重要的功能 或者说他还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控制国家的通膨 通常我们的央行 是每一季会开一次 所谓的礼监式会议 这个礼监式会议 通常都会在美国的联准会 开完之后的隔天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毕竟美国是龙头国家 它的利率政策影响全世界 所以我们会看美国的利率政策之后 再来考虑台湾要不要跟进 那这次央行升息 坦白说 跌破大家的眼睛 甚至那天参加记者会 那天参加记者会的记者告诉我说 他们拿到新闻稿 直接问这个新闻的联络人说 你们是不是写错了 因为前一天的美国的联准会 开完会之后 是没有任何动作 就是没有降息 当然也没有升息 而且现在大家讨论说 接下来美国要什么时候 要降息了 可是这个时候 我们的央行反而来升息 所以令大家有点错愕 那为什么刚刚有讲到 很多的央行 不应该说很多 应该说所有的央行 它的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控制国内的通膨 那央行做这次的升息 主要就是 他们看到了台湾的 未来的通膨 有可能会再度的窜起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在四月份 台湾就应该会调电价了 那四月份调电价这件事情 非同小可 虽然我们的主管计划都告诉 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但它可能会有一个骨牌效应 就是电价涨了 那当然 店家做生意要靠电 对不对 那一般的民生 家里也要用电 很多家庭也许影响不到 可是你要想想看 做生意的人 还有就是很多产业 大量用电的这些用电户 他只要是调了电价 他的成本就会增加 成本增加之后 他一定就会怎么样 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 涨价 转价到消费者身上 他所有的终端的服务也好 产品也好 一定会涨价 所以他联动的带动的就是 物价可能会再有一波的上涨 那如果物价在上涨 我们好不容易才从通膨的梦魇里面 慢慢走出来 马上又掉进这个噩梦里面 那央行当然不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 所以他必须要提前性的去预防 所以他这次做了升级的动作 虽然只有半马 可是他的象征意义跟他想要极力压制通膨 还有他预告通膨的事情是非常的明显 因为他这次把央行的对于通膨的预测 从之前的百分之1.89 调高到百分之2.16 这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百分之2是通膨的一个警戒线 所以一个之前的预测是在百分之2以下 他现在马上调高是调到百分之2以上 你就知道央行对于这个通膨有多么紧张了 听众也许想要问 那他逆势升级 他升级以后 对于抑制通膨在货币流通上的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升级可以让通膨的情况缓解呢 因为如果通膨就是我们用白话来讲 钱变小了 钱变小了这个你的钱就不值钱 你的钱就会变所谓的外面的资产 会比较流通多一点点 那他用升级把这些钱把它收回来 他就会压疑 升级了吗 所以我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升利息比较好 一体两面 存款族可能很开心 但是贷款族可能就要哀哀叫了 他的房贷可能每个月要增加 如果以一千万来算的话 每个一千万的贷款 以三十年起来看 每个月大概都多付六百多块 一年大概都付七千多块 你会说一年七千多块 平均一个月六百多块好像很好 还好嘛 买得起一千多万的房子 怎么会付不起这六百 但你要知道 这一两年来 房贷也涨 物价也涨 这边涨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电价又要涨了 这边涨一点 这边那边涨一点 你每个月的家庭支出可能要多好几千块 甚至上万块 你要知道这个影响其实就很大 你的家庭支出变多 你的消费会变少 消费变少的话 这些厂商的收入就会减少 厂商收入减少 它可能经营上面就有困难 这是一个循环 所以你不能够让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这样讲起来 升息或降息 其实是都是两难 都是需要仔细评估跟考虑的 对啦 央行肩负的就是这个责任嘛 怎么做可能都会有人骂啦 但是他必须要 转握大方向 这一次升息就是为了要抗通膨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我真的佩服继夫耶 你这样子简简短短的 这样子短短的几句话 就可以把这当中的关系 说得这么清楚 而且你说的是人话 怎么样 你的来宾说的都不是人话吗 没有啦 开玩笑的 没有啦 得罪人 就是言简意该啦 对啦 我们是希望说 讲的让大家都听得懂嘛 而且你感同身受 你才知道要怎么去 你那边都讲着教科书上 一些术语啊 这边有名字啊 他有听没有懂的话 其实他也没有感受嘛 对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罗继夫来到节目当中啊 我们亲自请他来解说 央行上个礼拜啊 这个阴影通膨的 这个可能未来会加剧啊 所以于是乎他逆势升息 跟美国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可是接下来 好 这个各位听众 你也许要赶快 我把你的耳朵空出来哦 00939 这支这个股票 那这个从募集到第一天啊 就受到热烈的反应 那一度是传出了很多的投资人 涌入造成系统荡机 结果呢 最终呢 这个以531亿 这样的巨量的规模 来成立了 那随后的00940 哇那更不得了 他开放募集之后 创下了很多项惊人的记录 募集期五天短短的 这个五天的规模 就突破了1750亿 那这该怎么办 很多人就问志平说 我要不要去抢00949 你也抢不到了 我就这么说吧 好了 那怎么办啊 这两个数字 我刚说的这些个 两个五位数的数字 什么意思 基夫 请教你哦 这个大家都很兴奋的 提到这两个是 什么是00939 什么是00940 好 这两个数字 的确很多人朗朗上口 最近啦 我讲个小插曲 我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呢 在等公车的时候 旁边就有一对 这个老夫妻 在讨论这两档ETF 我去看电影的时候 甚至大家在排队 等看电影的时候 后面也有人打电话 在讨论这个ETF 我真的觉得大家疯了 现在讲什么是00939 什么是0094 这两档其实就是在 我们证券市场挂牌的 所谓的ETF 所谓的ETF呢 指的就是 它的从英文名字 直接翻叫做 证交所上市的指数型的基金 那它的概念呢 就是说 它集合了一篮子股票 去编成一个指数 那编成一个指数之后呢 它的涨跌 就看这些成分股的涨跌 那你去买就要看这个指数涨 那你就赚钱跌 你可能就赔钱 那00939跟0940 这两档为什么 会目击的时候 吸金的热度那么的高呢 主要就是它打出了两个诉求 一个就是所谓的高息 这两档呢 就强调是所谓的高息ETF 它强调说 我的这个成分股里面 可能选择都是能够配出 高息的股票 所以你听起来很吸引 台湾人对高息这两个字 完全没有抵抗力 完全没有免疫力 听到高息就嗨了 那除了高息之外呢 另外又是打出一个名号 叫做月配息 更嗨了 我不但没有 不但有这个利息可以领 而且我每个月都可以利息 进我的口袋 听起来是不是很开心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所以这两档ETF 募集引起了狂热 那00940更夸张 它这个募集成立之后呢 是1752亿元 那它的吸金程度 为什么又比00939更高 因为它又打出了另外一个 这个吸引人的点 就是它的募集的 这个原始价格是10块钱 那大家听起来10块钱 我一万块就可以买一张 这样子的00940 好像感觉很便宜 所以呢 大家就觉得 又有高息可以领 每个月又可以领 然后它又只有10块钱 好吧 我就冲进去了 所以男女老幼 这个全部都去买 不管你懂不懂 反正你旁边有人说要买 我就跟着去买了 甚至听说啦 有人是借钱 把房子拿去抵押借钱 或者是解掉定存来去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存银行定存的利息非常低 所以很多可能业务人 也会有一个话说说 你就干脆把定存 解掉来买这个 刚刚不是说它是高息吗 它每年可能平均可以配出 很高的利息 你把这个利息再拿去 缴房贷 都还错错有余 还有赚呢 所以很多退休族啊 老师都把这个定存解掉 去买这个00939 或00940 我听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心里面实在发抖 我的手在发抖 我以为说你也想去买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知道这个没有那么容易 当然 我听到的时候 我是觉得手是发抖 我跟着他们一起发抖 我说天哪 有这样 因为根据从前 继夫上节目 跟我们的解说的一些 过去的模式 我这样去推论 就说 现在大家一窝蜂进去 这恐怕都不是好事吧 所以很多人说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但我必须要平心而论 我们现在就来论生死这件事情 我觉得太早了一点 就是你不能这个时候 就讲说00939 或00940 好或不好 因为毕竟怎么样 像00939 它是在3月20号才挂牌上市 那00940要等到4月1号才上市 那都还没有上市 你去评论它 我觉得是有失公益 甚至这个都还没有挂牌上市 像00940就是所谓自救会出来 自救会 你到底没有挂牌上市 你自救个什么意思 而且所谓自救会 就是说你可能被骗了 被坑了 你才去自救嘛 对 可问题是 这两档EDF 它都是经过合法的程序 是跟金管会申请出来募集的 而且募集的时候 人家也没有逼着你一定要买 你可以不买啊 你买了之后 又来说他坑了你一钱 说要自救 当然我觉得这拍玩笑成分 有一点大 但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 那么快去断生市 因为比如说像00939 在这个3月20号上市之后 它的发行价是15块 结果呢 它这个挂牌之后没几天 就跌破了15块 所以就开始有人讨论说 啊我是不是买错了 啊那是不是你这档EDF设计的不好 根本就不值得买 我觉得这个也太武断了一点点 就是说像这样的商品 他一定有他这个成立的一个标准 就他筛选这个成分股的标准 还有他有他的逻辑在 我觉得呢可能你要不要买 要等到他上市一段时间之后 你去看他的绩效也好 或他配息的情况也好 再去决定 我说的是没有买的人 那已经买的人 你也不用因为说 他一天两天的下跌 你就觉得好像心里慌 啊这个买错了 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到说 他们选择的标的 都是所谓的高息的这个成分股 那我们买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买高息EDF 很多人原始是看上他的高息 可能希望稳定配息 那稳定配息的话 你就要给他时间长期去看 你才有意思 可是现在大家 买的是稳定配息的标的 可是希望他短期之内 就有价差让你赚 我觉得这个心态是矛盾的 你知道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产品 我记得在自评节目中也讲过 投资商品没有好坏这件事情 只有你知不知道 了不了解 还有适不适合你 还有另外就是 你买卖时间点的问题 所以大家把这个观念 厘清之后 再去考虑说 你要不要买这样的标的 或者你要买多少的标的 还有你要怎么买 我是要定期定额买 还是我要一次性的单笔的买 这个你再去做考量 我觉得这会 对你的投资会比较有帮助 而且不会是人云云云 像现在很多人买 这两档ETF 真的就是看 这个亲朋好友 楼上的邻居 或者说同事说 他有买 好像我不买 就跟不上流行 如果是这种心态买 就觉得真的非常的 真的不要这样子 提到了买 这个进场的这个时间 我倒是蛮想请教 ETF 就是所谓的这个指数型股票 的这样的一个基金 那他的买这个基金的方式 跟我们买一般股票 有什么不一样 是一样的吗 就是他怎么去投资 去买进卖出 还有就是这个 他的获利是怎么去计算 或者是进账 好好好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就是说 我先讲ETF 它其实就是基金的一种 那过去我们在买基金的时候 通常我们都是透过银行 或者是这个 投信投雇公司 或者现在很多的基金平台去买 那他去买的时候 每天只有一个买卖的价格 那个价格叫做净值 但是ETF 我刚刚一开始就解释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证交所挂牌的股票指数型基金 他也不一定是股票 也有债券 那证交所挂牌 他就跟我们一般买个股一样 就是你每天打开你的电脑荧幕 或者手机 看到在这个我们的 集中交易市场里面 挂牌那些个股 他就是挂在上面 那你随时都可以买 好 那他买卖的管道就只有这个 但是呢 他买卖的价格 跟你一般去银行买基金 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也知道买个股 每天从开盘到收盘 五分钟十分钟 价格都不一样会跳 对不对 那ETF他也会 随着这个时间不同 价格会有上上下下 那就看你那天买到什么样的价格 这是ETF跟你买一般的基金 是相对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交易的场所跟交易的方式 还有交易的适用的价格 会有差异的 也是跟营业员买咯 你可以现在都透过电子商务的方式 也可以自己来 电子下单都可以 对那你也可以打电话给这个营业员说要下单 也可以 那这个现在问题来 就是他说你刚刚提到 这个940 他说你是每个月配利息给你 那万一这个月 这个对不起 我们赔钱了 你就没有利息 也不是 也不是 就是说他们选择的那个标的 原则上他们都会先算好 就是说今年大概可以领多少利息 然后他就去分配在每个月给你 应该不至于都领不到利息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比如说他们的成分股都有30档 40档或50档这样子的一个成分 除非这50档都完全没有配息 当然投资人就买不到 但是如果有的话 他都可以配出来给你 所以理论上配不到利息 这件事应该不至于发生 但是他怎么配给你他会算 还有就是说 你刚刚又讲到一个重点 我配息给你 那是配息的部分 我随便举例来讲 比如说这档ETF里面有台积电 有鸿海有联发科 那今年台积电联发科跟鸿海配多少钱 他领到那么多钱之后再去分配 看你有多少的受益人 他就可以算好 然后每个月要配多少给你 他也可以大概先计算一下 可是这是指配息的部分 但是他有每天 我刚刚不是讲他有价格的问题吗 比如说上个礼拜就经过震荡之后 像00939我们刚刚讲 他发行价是15块 可是挂牌没几天之后 他就掉到15块以下 那表示说你当初买的成本 就变成是亏钱了 那你赢了利息 但是成本 你的这个市价是下跌 低于你买的成本的时候 两个要稍微算一下 也许你还是赔钱的 就你赢了利息 但是赔了价差这个概念 还有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假定我们今天买的 都是这些配息很高的股票 没有错 他配息给你了 但是你想想看 你买这个东西有多少人 1752亿 这相当于多少个 算如果真的是一个人只买一张的话 那对不起 真正分下来的钱 其实每个人分到自己手上 大概聊聊合数 资品很厉害 这个一点就同 畜类旁通 举一反三 没有错 其实因为像这个00940 他募了虽然很多钱 可是他如果 他的投资人数太多的时候 那每年其他成分股里面配出来的钱 大概就是固定的 但固定的钱要配给100个人 配给1000个人 当然1000个人分子就少 但的确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这也是要特别小心的部分 是 好 还有没有一些买ETF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比如说 当然很多人会教 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个商品 那我就这样贸然进去 听到人家说 旧贺坛 我就进来买 这真的是 这个态度不对吧 当然是不对啊 我们在节目中就有讲过说 你要买什么商品 虽然你可以买 比较简单 不用太伤脑筋的商品 但是你还要花时间去 至少了解它一下 ETF我坦白说 是非常适合一般的投资人 买的商品 非常适合一般的市井小民 买的这个投资商品 为什么 我们刚刚讲 它是一篮子股票的概念 就 这个基金公司已经帮你 找了一篮子的股票 去组成这个指数 然后呢 你只要看这个 它的这个指数 未来可能涨 还是得去做买卖的判断 不用像你去买个股 你还要研究什么 景气好不好 它的财务报表怎么样 这家公司的经营者 有没有问题 就不用那么麻烦 但是呢 你买ETF的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 现在在台湾挂牌的ETF 太多了 你一定要先去选择 你到底要买 什么样的ETF 我个人是比较建议说 如果你是出入门的人 去买所谓 大盘指数型的ETF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台湾最早的一档 ETF叫0050 台湾50 那它就是50档 台湾市值最大的公司 组成的一个指数 那你去买这个就是 大盘的变化跟 它的这个ETF的价格变化 大概是同步 不会差太多 那比较简单嘛 那大盘如果未来会 有机会涨的话 你去买它 你大概就可以抓出它的趋势 可是现在很多的ETF 比如说它是比较偏重 投资在某个产业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 00939跟940之外 同时间差不多时间募集了 还有一档叫做00941 它是某一家公司发的 所谓半导体上游的 这个公司的主持人的指数去 那看名称你就知道 它是半导体产业的机器 那半导体产业 它总会有景气循环 那当然啦 这一两年 这半导体景气实在太夯了 大家看台积电的股票 就知道了嘛 所以买它 你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高枕无忧 可是毕竟不会天天过年 台积电在前年的时候 我没有记错吧 其实它也很惨 因为美国暴力升息 对于科技类股 影响非常大 所以它股价也掉得很凶 所以你如果买的点不对 你买到高点 虽然它是一个好标的 但因为你买的是高点 它可能呢 要等很久之后 才能让你回本 甚至赚钱 这让我想到 有些人是一百多块 买的台积电 现在可是不得了了 那个根本中 你不要管它 你把它丢到保险箱去 那个 我有一个 朋友 他的确就像你讲的 他是两百块以下 买的台积电 每次碰到我就会 要不要卖 要不要卖 我说你这种成本 基本上 不需要考虑 卖不卖的问题 你只要躺在家里 等着它配息给你就好 因为它经过那么多年的配息 我帮他算成本 几乎是零成本了 几乎是快要零成本 那如果是零成本 情况下 这就是多的嘛 你每年就靠它利息 那台积电有在配股吗 有啊 它也配股 它也配股嘛 台积电现在是 每一季都会配股 骨子骨孙出来的时候 对对 所以对这些 比如说 手上比较多闲钱 而且早期就进场的人来讲的话 他真的就是 稳稳的去领配息就好了 对了啦 这样就对了啦 是啊 没错没错 是的 好 各位听众今天早上之评 为您邀请到资深媒体人 罗继夫来到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财经话题 各位 如果你觉得你对于 这个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00939 00940 甚至是00941 这些个所谓的这个 指数股票型的基金 你是觉得有兴趣的话 我真的建议你 这个好好仔细思考一下 继夫所告诉大家的这些中股 还有你真的要了解这些东西 你再进场 我做个自我推销 如果大家真的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去我的脸书上面 跟我做交流 但是不要直接问我说要买哪一档 这个标题 我不会告诉你了 因为我总是觉得 大家任何投资都要做一点功课 对啦 对啦 真的是这样子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继夫跟大家的分享 祝大家这个股市里面 可以这个扬帆万里 好吗 我就祝大家投资顺利 不要贪心 对不对 也不要太惊恐 对 有赚钱就好 不要一直想到 我要赚到最高点 对 好 谢谢继夫 我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爆马仔 现时间是早晨的7点26分22秒 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 各平面媒体上面的 头版头条讯息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 自由时报今天讨论的是什么 是彰显对台海安全的重视 美国总统拜登 他签署了拨款法案 为挺台义助裁员 好 那么拜登所签署的是 2024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案 为各项挺台措施跟倡议 注入财政的资源 那么外交部也说 这彰显了美国行政部门 跟国会跨党派 对强化台湾自卫能力 还有就是台海跟印太区域 稳定的高度共识 这是今天自由时报 为您关注头版头条讯息 另外中国时报为您谈到 则是这个国安会的前秘书长 丁渝周的一份谈话 他提到说 政府应该要有中战的指导 但是呢 但是呢 前参谋总长李喜民 他却说 这个说法呢 其实是强者的语言 好 这是一个 其实就是解释的不同 我相信是如此的 那么另外联合报 联合报上面为您关注的话题 就是考生探底啊 那么护理荒加剧了 这怎么回事呢 连续五年下滑 历年最少 专家呼吁跨部会要来因应 因应什么事情呢 国内的这个医院 护理人力荒啊 可以说是持续的恶化 那么人才库的这个源头 又出现了这个缺口 四季二专的统策 日前公告了报考的人数 卫生跟护理类的报考人数 是2083个人 这个数字告诉我们 这是连续五年下滑 而且是历年最少的一个数字啊 那么一这个学界也说 他说技术型的高级中等学校 也是技高啊 那么他这个无专业群科啊 对于这个应对应在这个统策 护理类的考试里面 学生难准备好 那么报考人数自然就低落 这个护卫 卫卫型的这个考试 报考者啊 可以说是大减了 人数大减 那么代表的护理人才库是告急的 如果没有办法扭转趋势的话 那么台湾未来的医疗照护品质 将会受到冲击 这是今天联合报为大家所关注的 这样一个话题 所以真的耶 真的耶 你要不要这个啊 这个仔细考虑一下啊 这个当然改善这个就业环境 这一类的这个护理人员的就业环境 还有薪资待遇 其实才是当务之急 另外自由时报的这个头版上面 还有这个消息 是境外的假讯息的攻击啊 那么台湾连续11年 是全球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国家 好 这个消息也顺便告诉大家 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志评鼓励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可以的话 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 上到央广的官网来 为我们早安台湾按个赞好吗 同时呢 我们早安台湾的这个脸书也好 或者说是我志评个人的IG也好 同时每天都会分享 今天节目的内容 我们就邀请大家 不但是为我们按个赞 同时也可以点进来收听 用各种管道来收听 早安台湾Podcast也好 或者是IG上面的讯息也好 我们也谢谢各位的支持 就跟你说拜拜咯 咱们就明天再会咯 一样被丢弃 by bwd6